丁 Jonas 寗開 好 各位民眾 特別是有很多各位同學 大家展望 我們九點三十份不久 很準時的開啟今天的演講 首先我是武力所的副所长王吉敬 我现在在武力所 我代表武力所 欢迎大家参观众演员的开访日 也到武力所去听陈老师的演讲 我们看起演讲之前 除了欢迎以外 也简单介绍上武力所的 今天的一色重点的商务 除了陈老师本等会的量子卫元演讲以外 这个演讲完以后10点40分 另外陈志昌老师也在同一个房间 为一个生物物理的演讲 是讨论在我们对于武力学家 对于了结生物的期待 这些生物的机器跟武力学家 对于了结这个问题 到今天上午 还有多多一点钟 还有一个是洞海大学的 施老师 施其言教老师 会有一个是洞华的 武力洞华的介绍 洞华的创作人也会在这里介绍 怎么样用洞华等等 去介绍武力 其实今天大家都知道 在这个海报等等 都知道众演员有一个重点的展示 就是在一个黑洞的展览 这个黑洞的展览 武力所也有参与的 也有很多的东西 很多内容在里头 但是这个展览本身是在 在众议院的 博军中心后面那个很高的 圆轮馆里头那边 欢迎大家找时间去看看 在今天的两点三十分 武力所的吴建宏老师 在哪里 有一个黑洞的演讲 武力所有参加一个用 引力波去精测黑洞的计划 他就会介绍 怎么样我们需要使用眼睛 用望远镜去看见黑洞以外 就是那个海报很漂亮的涂扇以外 还这么用引力波去 去精测黑洞 所以也可以从他来为 听到我们这么去听黑洞的声音 所以这个演讲 是在人文馆的 是两点半 但是在同一个地方 这个房间也会有同步的 网络的直播 所以也可以在这里 就是看几波也是另外一个办法 我们可以期待 哪天会在人文馆会 人数会比较多的 好 所以这个是今天的主要的 虽然是这些演讲以外 还有不同的讲师 就大家可以看看我们的DM 就会知道我们的商务是什么 虽然是每一次的 武力所的开放约以外 是我们跟民众互动的机会 虽然是这个以外 我们仅仅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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过个暑假 也是很久以前了 这个活动也办了很多年 大家也许越来越多人 所以应该找点去 有兴趣的话 找点跟老师也联系 好 所以这个是 这一句无理说的介绍 今天的 现在的主角就是 曾吉岛老师 会给我们做第一场的 同学演讲 无理就是了解 无理到底简单的 一句话说就是 我们了解什么 是了解基岩界的字母跟文化 我们需要看一部 金融小说很多字 但是需要了解 每个字的字母跟文化 才可以完全掌控 一个电脑为什么会跑 可是我们对于它的字母 对于它的文化 完全了解 那么陈老师是国内 这个电子 烂子基顺的一个专家 电子卫元 所以他今天会给我们介绍 在世界的电脑里头 最基本的字母 就是一个英文字 Quantum Bit 它的背后的无理意涵是什么 我们利用它可以做很多 现在做了什么很有趣的事情 也需要将来的应用的意涵在里头 所以我们陈老师是本所的研究研究员员 也是国内一个在这个领域 很大家都知道的专家 所以我们就欢迎陈老师做这个演讲 演讲完 好 欢迎陈老师 过程里头还有研究完以后 也许陈老师会有些问题问大家的 我们也准备一些小的纪念品等等 也可以也是问问题的人 大问题的人会有小小的纪念品 所以我们想要陈老师看起来 谢谢大家 好 首先谢谢王副手做了一些介绍 他用了三分钟的时间讲一些 跟这个演讲没有关系的事情 后面两分钟跟这个演讲有关系 谢谢王副手 我今天特别穿这件衣服出来 这个是我的那个 你可能在外面也会看得到 这是我们中文院有一个国际研究生协程 我是奈米协程的召集人 所以每次有公众场合 我都要穿这件衣服出来 代表先是我们的那个 就号召这个协程 多多参与我们的奈米协程的这种 这种课程 然后甚至加入我们的奈米协程 那我们就开始讲今天的主题 那我把这个题目取成量子位言 是因为比较好讲 因为量子电脑真的没有太多东西可以讲 然后题目里面我也有换有一些数位 数位是因为我会花很长时间去讲 什么叫做我们现在的电脑 在做什么事情 然后再讲自然 自然就是我们的 我们现在生活的环境 我们的自然界到底是什么事情 然后最后才有一点点的资讯 这样子 OK 那我现在这边有换一张漫画 我特别把它换成中文 让大家可以更容易欣赏 因为我蛮喜欢这幅漫画的 现在就有一个老榜 站在河北 然后有个计算机的那个员工 然后就坐在前面 那老榜就问说 你那个量子电脑原型机的这个计划 现在做得如何了 那这个员工就说 嗯 海榜顺利的 那老榜就说 然后员工就开始说 什么叫顺利啊 就这个计划现在正处于 已经完全成功 跟根本就还没有开始 这两种状态的病存状态这样子 那 所以 这个就请各位要 听清楚这句话 OK 什么叫病存的状态 那老榜当然就很疑惑啊 就说 那我能够看一下吗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 然后这个员工就说 嗯 这个是一个好问题 什么叫做好问题 就是没有好答案的意思啦 那 所以这个大概就是 会跟我 跟各位告知一下 就是说量子电脑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情 好 还是 第一张投影面 还在大纲 大纲就是 嗯 为何需要量子电脑 我会花二分之一以上的时间 讲这一部分 因为这个比 你后面可以了解多少 还更重要 那 嗯 当然 需要量子电脑 就一定要跟我 我们现在的电脑 例如说我做上这台电脑 去做个比较啊 那 量子位言 跟我们现在的电脑的位 到底差别在什么地方 然后 我们现在大概 大家用电脑 大家都用得很高兴嘛 所以 大概没有什么好抱怨的 但是 但是我们就会问将来的问题 将来的问题 是在耗电的问题 所以我就提到 为什么现在的电脑 最后 会停在耗电 而不是停在台积电 可以多努力的问题 好 那再来就是 第二部分就开始讲 量子电脑 到底是什么东西 那 当然 有好几样 选择 但是我们大概 就会取一样是 现在最普遍 然后最 已经是最成熟的一部分 就是超导量子位言 这部分可能 比较人懂一点点 所以我讲的内容不多 好 虽然这是我们主要在做的题目 好 那最后我们再讲一下 量子电脑 能够为我们做什么事情 那大概就是一些传递密码 就密码的传递系统 那还有一些分子模拟这些事情 老实讲可以做的事情 现在还不多 但是希望大家想听完之后 觉得它是有未来的 我们现在先看一下现在的电脑 那大家可能都已经听过7nm制程 太极电的7nm制程 可能不懂也听过吧 应该是听过吧 好 OK 所以我们从7nm制程开始讲 那7nm制程呢 是在讲电晶体 好我们先说 这颗就是电晶体 如果你不知道它是什么 叫电晶体也没关系 你知道7nm就好了 那7nm到底是什么东西 如果也不知道的话 那你会知道头发 好你头发白根下来 直径大概是多少 大概是100个micrometer 那大概就是7nm 所以我们头发的直径大概 就10万个nm OK 那所以7nm 你就可以知道说是多小 可以吗 保证你眼睛看不到就对了 那 那然后呢在这个电晶体里面 最细的一个部分 最小的一个部分 当然也是最关键的部分的长度 就是我们现在在讲的 几nm制程的那个数字 然后现在就是在7nm 那7nm到底是在什么地方呢 这张是一个台积电 这个TSMC 台积电的晶片的一部分的照片 当然他们不太常把照片拿出来给大家看 当然这张至少在碗路上找得到的 然后我画一条浅浪色的线 这条线就是7nm的宽度 OK 然后 所以 现在有个印象嘛 那当然 他希望走到5nm走下去 等一下我们会看到了 这个面放下来 好 所以呢 我们就看 一个是尺寸小 所以随着尺寸是人 随着时间横走就是连带 我这张应该换左手边 随着连带 然后现在是从1970年开始跑到2020年 那1970年的线宽 就这个线宽的意思 当然 厂销电晶铁长相不一样 当然还是有线宽 最小线宽就是10个micron 就是我们头发的十分之一的宽度 在1970年做到的 现在2020年呢 2019年底了 就是已经小于10nm了 开始走到10nm 小时候7nm 当然 这个条线还会继续的走下去 之后再来就是5nm 然后再来就是3nm 然后最后就1nm 然后最后我就不知道会是什么了 因为我们的原子的直径 也就是劣小于nm而已 所以我们已经在讲到 是几个原子的问题了 好 这个是线宽的问题 那做这么小 当然就是我们就可以堆积的密度 就可以很高 所以在一个小的晶片里面 我就可以堆进一堆的电晶体 到底多少呢 到底多少电晶体呢 例如说现在堆积密度最高的一颗 现在就是GC2的IPU IPU就是Intelligence Process Unit 就是智慧型的Processor 那这颗里面是有236亿颗电晶体在这里面 那236亿颗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世界的人口现在大概是77亿人口 所以呢 大概这是77亿的三倍多的人口 挤到一个电晶体里面来 好就是这个数字 那所以我们就知道说 这是一个多么 多么辉煌的成就 那例如说我现在在用这台电脑 里面大概就只有10亿颗的CPU 现在大概就是里面10亿颗的电晶体 好这样各位有个数字吗 中国联合是商议 这台电脑也不是很新的电脑 就是CPU的里面的电晶体的个数 也跟中国联合已经是差不多一样了 好 那我们就问说 做这么多个电晶体到底要干嘛 我们就问这问题 然后呢答案就是 可以模拟动物的神经纹路 这个听起来就好像有点点厉害了 不是什么极客多小的问题而已 所以我们就去看一个脑的结构 这是我们示意图而已 然后脑里面呢 就会有很多很多神经 这个就是我们神经的长相 当然就是画得很漂亮 那这个就是我们人类的神经纹路 我相信动物的神经纹路也是一样 这我猜的 也差不多是长这种样子 然后呢 这来电脑应该放到比较好的位置 然后我们就看一下 这个是我们的神经 然后神经里面呢 就有神经的细胞核 那最后又经过走土之后 就跑到土处出来 土处呢 就会去跟另外一颗神经的细胞核 就仅有走成又结起来这样子 所以神经是一颗一颗这样子 一直一直结起来 然后结成一个网络 就是一个network 很大很大的network 好 我们呢 就是要模拟 我们用我们的电脑来模拟这个东西 那这个模拟不是刚才那电晶体 一颗一颗模拟 而是我们的软体程式在做模拟 那软体呢需要运算 所以就需要那些电晶体 好 那因为我们的电晶体已经 制成技术已经太好了 所以做模拟的人 做软体程式的人 现在就有很大的发挥的空间 他们就开始发明的 创造这个类神经网路的 类神经的意思就不是真正的神经 但是就是参考我们现在的神经的长相 去设计的那种网路 好 所以这就是我们类神经 这是一个模拟的神经网路 你看细胞核在这个地方 然后它也有个轴土 轴土出来之后外面也有土处 土处之后呢也接到下一个神经眼 所以一颗接一颗一颗接一颗 然后直接接到最后才会有真正的一个 output就跑出来了这样子 好 那这个神经网路可以做什么东西呢 如果你没有听过类神经网路的话 你可能会听到深度学习这个字 好 深度学习理论就用到 当然不见得所有的深度学习都要用到类神经网路 但是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技术就是类神经网路 ok 然后深度学习又可以做什么呢 也许你也听过联工智慧 所以联工智慧 尤其是深度学习理论的一部分这样子 好 ok 所以最后就可以做到联工智慧这件事情 那听过吗 联工智慧 ok 你现在天天都要讲AI啊AI啊这样子 对 这件事情 那这件事情的极致的表现是什么东西呢 就是下棋啊 搞了啦 半年就是为了下棋而已就是 好 那下棋呢 其实是展现我们人类对这种 对这种软体程式的成就这样子 那怎么展现呢 例如说去更棋网比赛就对了 反正就让机器去更棋网比赛 所以这有两个人 坐在这位韩国人就是棋网 好 ok 那 然后坐在左边这位虽然是人类啊 包括英国国旗喔 他虽然是人类 但他其实是抗着一台机器 机器指示他说你要下哪步棋 他是照着机器去走 所以他其实只是代表机器而已 这才是真正在下棋的人 然后机器就跟人类开始做比赛了 那比赛当然不会找我去比赛 因为一下子就赢过我 那就不用讲 就一定会去找那个很厉害的人 很厉害的棋网 来做比较 那在2015年的时候呢 就开始Google就出了 AlphaGoD这个 这个样子的程式 然后当然等一下我们就会讲设备啦 然后他就去打败了当时的棋网 叫做李四C 我去杂志典 这个华音是李四C 那在韩文叫做TOP 好李四C 那然后呢 2017年又出了新的一代 叫做AlphaGoMaster 然后Master 听起来当然比他厉害 AlphaGoD只不过是因为打败力 所以叫做AlphaGoD AlphaGoMaster已经显然是更厉害了 所以这2017年了 然后他就打败了那个科解 那科解当然也是也是当初的棋网 那你也可以说你这个科解可能 只是那时候不小心啊 但是他不是打败他 他还打败了其他60位的世界棋网 这样子 所以呢就代表说 这真的就是一个 一个成就点 一个里程碑这样子 那然后这些东西呢 都是有复杂的程式在做计算的 现在就会想说 那我能不能告诉他规则就好 我告诉电脑规则就好 你不要跟我讲说怎么玩起啊 你就跟我讲说 什么叫做隐了 就好 你就跟我讲这样就好 然后电脑呢 就自己去训练 因为我们在讲联工智慧嘛 所以他要自己训练自己喔 那时候自己就跟自己打 就两台电脑自己一直打 一直打 然后就训练自己训练自己 那训练呢 结果就有一台新的机器出来 叫做AlphaGo Zero Zero就代表说什么 不用训练啊 你不用告诉我规则啊 反正你就告诉我 到底要玩什么游戏就好了 你跟我讲完之后 我就开始训练自己 然后就赢过了 然后这个呢 AlphaGo Zero呢 就创造出来之后 他上天自己训练喔 玩了几百万次 自己玩了几百万次的起之后 就打败了AlphaGo Zero 好 就打败他上天而已喔 21天之后呢 就 他的人力就跟AlphaGo Master 就可以比0了 21天之后 40天之后 已经是天下无敌手了 要找到个对手都找不到 所以他已经没有什么群在价值了 好 这个就是40天之后 所以你就知道说 我们人类的这种发展电脑的技术 到底是可以 好到什么程度 这样子 看一下硬体好了 那AlphaGo D 那是用了第一代的TPU TPU就是Tensor Process Unit 相量的 用相量的计算的方法 然后这是第一代 那再来就开始有AlphaGo Master 然后接下来 他们用更好的TPU 所以这个就是 这个是第二代的 就更厉害的 那但是使用TPU要钱喔 要钱 因为你发展这些TPU 什么什么反正都要钱嘛 所以总是使用者互惠 总是要有人用付钱 所以呢 Google 为了用这个 他要上天的训练会 就已经用掉200万美元的训练会了 这个因为发展机器实在太贵了 所以机器的单位时间 使用单位时间很贵 使用40天呢 训练会要2000万美元 这个当然Google玩得起啊 我们台湾大概玩不起的 好 那这个不是重点 你要用多少钱 是他家的事情 重点是耗电量 耗电量呢 就是如果AlphaGo Zero 他使用个5000个TPU 这个东西 然后就会耗电量是2000 200千W 200个KW的耗电量 那但是因为他玩了40天 使用了960个小时 所以呢制造的二氧化烫呢 是96吨 那96吨是多少的二氧化烫排放量呢 大概就是飞机 加盟回不停 回1000个小时 一直换二氧化烫所使用的量 所以玩这个游戏呢 也不是只有就是大家比赛玩起下棋好玩而已 而是玩中要看出互助的代价是多少 但是跟他坐在他对面能让位起碗 他用他的头脑 他可能早上只是吃个汉堡包我也不知道 他消耗他的联脑 消耗20瓦 OK 所以20瓦跟这个200千瓦做比较这样子 所以你就说 这个比赛真的不是公平的比赛 真的不是非常公平的比赛 就是像一家大公司 一个个人 然后两个人要去比赛什么事情 其实是不太公平的 所以消耗20瓦跟消耗200千瓦 结果其实是大概有同样的参照力 所以我们就知道说 大概有同样的思考了 所以我们大概就可以想到一个问题 就是自然界如何使用人量 OK 那我们就来看一个例子好了 这个例子是蛮好玩的 就是有一种鸟我们都知道有猴鸟 那有好多种猴鸟我们都知道 我们举一个其中一个例子叫做邦尾玉 OK 这种鸟 然后这种鸟就有人去把它身上 把它挂个GTS坐标和吸收了 然后就可以从卫星之后 它会到哪里去了 反正它会到哪里都被监控就对了 所以它家住在哪里 它家住在宁西郎 然后它就上夜17号的时候 它已经决定它要离开它家了 到北方去过冬 那所以呢它就挥挥挥 从上夜17号挥到上夜24号 挥到中国 然后呢挥到中国之后呢 就在中国那边 就是在亚绿江那边 然后在那边休息 休息一个多月 一个多月到5月1号 它又继续挥 挥到7400公里 挥到哪里? 挥到美国的阿拉斯加 OK 然后呢 又在那边休息一阵子 休息到8月30号的时候 欸 天气已经开始变冷了 他要回他家 在纽西郎的家了 所以他又 从8月30号 开始又启程 挥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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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家 所以回到他家的时候是9月7号 所以 我很看最后这趟就好了 8月30号挥到9月7号 总共挥了8天的时间 能不能休息 答案是保险没办法休息 因为中间都没有倒 所以他要挥了 我不知道有谁有这种能力 不休息不睡觉 一直挥 他可能闭着眼睛也在挥 然后就一直挥挥挥挥 挥到纽西郎这边来了 而且呢 我看网络上的描述说 蛮厉害的 他还找到他的家呢 他的窝在纽西郎的窝 所以 有人可以从阿拉斯加 然后都没有导航系统 然后在海洋上 没有看到任何 環子没有看到任何 什么地形的东西 还能够找到他家 那所以 嗯 我们提的第一件事情是 能量的使用 就是效率 什么叫效率 这样子 那第二个问题 当然就是怎么导航 怎么导航 我现在没有 没有换进来 那部分我有时间 我们再讲怎么导航 其实导航 就跟量子的机制有关系了 好 那所以 这个只是告诉各位说 一个自然界 运用能量的一个关联 那当然人类从早就一直想 模范自然界 所以我们很久以前 就开始有人想要挥 所以就来制造翅膀 然后也是想要跟鸟这样子挥 然后呢 挥到最后 发现到这招牌是不行 还是要有个翅膀 然后又有很大的螺旋桨 或是锅轮引擎 然后开始推动整个飞机 所以现在这是我们上飞机的长相 所以呢 结果是 我们事实上可以做到比鸟更强的东西 有可能 但是呢 我们的能量的使用效率 绝对不会有鸟那么高 这样子 好 这是 这是理论的一个结论 那我们就问说 干嘛 去谈资讯 谈啊 谈到最后被人 是谈到能量呢 我们就要问这个问题 好 那 因为老实讲 这个问题蛮严重的 它会决定 我们最后呢 到底资讯 还要怎么走下去 我们就看一下资讯的价值 什么叫资讯的价值 那资讯的价值 就在于不确定的程度 或者就是说 我要猜中的 狼翼的程度 叫做资讯的价值 如果我很难猜中 那这个资讯就会有价值 例如说 哀果讲天啊 很难猜中 它的价值就很高 好 我们看最 所以 我们用数学上 数学不是物理 数学上怎么描述 这个价值 我们用个字叫做商 跟商业的程序是一样的 好 商它有个定义 这些 就是把几率 每件事情 它可能化生每件事情 然后每件事情的几率 乘上 它的 二的倍死的对数 如果不知道就会 因为它就是一个数字 就对了 的几率 然后再加上第二种可能的几率 第三种可能的几率 每个都这样子 全部都加起来之后 把它成为一个负一 就是所谓的商 我们来玩一下这个游戏好了 例如说 投硬币 咱们还硬币 然后硬币我们也知道 它有可能就是 国物同向出来 或者是时间跑出来这样子 那 然后我们来计算一下它的商 就 国物同向的几率是二分之一 然后呢 然后 后面乘以这个log的这个数字 然后再加上二分之一 还有一个就是实验出现的几率 也是二分之一 所以呢 这个商算起来就是等于一 如果你不会计算 没有关系 你记得等于一就好了 好 那 我们来看一下广币啊 到庙去广币 的商怎么计算 好 嗯 我要得到 嗯 阴角 阴角 我不知道叫什么币啊 反正就是得到阴角的几率是四分之一 要得到 叫车币的几率是二分之一 然后要得到熊币的几率是四分之一 好 我们就把它加起来 就得到1.5 所以就代表说 我要预测半币的答案比 要预测同币还哪一遍 还困难一点点 OK 然后呢 再看一下骰子 骰子有六遍 一二三四五六遍 六遍这样子 那我们就来丢骰子 丢骰子 然后投骰子之后呢 每遍假如说都没有作弊 所以每遍的几率都是六分之一 算起来就是商就是2.6 所以你去看啊 我要预测骰子困难一遍 是不是比预测同币还更困难一点 所以数字就越来越高这样子 好 那例如说要得到中奖 去买奖件 然后中奖的几率 可能是就是算起来商就是20 很困难 好OK 那你说好像就一定比1大吗 就是没有 事实上如果你可以作弊 假如说我同币作弊了 然后有一遍4 比较容易出现 一遍出现的几率是商值 另外一遍出现的几率是商值 你怎么作弊 可能把他用重一点 或者说什么 反正就是做一些弊 最后出现的几率 所以算出来商就是0.95会比1更小 因为就更容易猜到你作弊的那个角度 会更容易出来 好 所以这个都是速写的语言 这个跟物理无关 然后物理讲什么 物理讲说 物理有个热力写 热力写 热力写它也有个商 定义不太一样 它是用自然对数的 然后呢 自然的只是对数 然后挂号选择数 有多少选择数这样的 所以我们就来看资讯了 例如说又来看通币了 通币选择数有2 因为它有可能是联头 有可能是实验 所以2 然后算起来 然后再乘上温度 现在的温度 等一下我再讲这个温度 好 算起来就是2.8×10度 2.1×10万交耳 交耳就是人量的单位 我找不出更好的描述喊话 当然反正它就是交耳 就是人量单位这样子 交耳乘上 除上时间就是瓦特 好 那这个代表什么意思呢 代表说 我其实要得到资讯是1还是0 我是要付出人量的 那这件事情 其实在自然界到处都要发生 例如说你的杯子掉下来 破掉了 你能够把破掉的杯子煮回来吗 是煮不回来的 我们都知道煮不回来 然后你就问说 欸为什么煮不回来 为什么煮不回来 因为破掉的杯子的伤比较高 然后煮回来的伤比较低 它就有一种可能性 它没有其他选择性 但是破掉有几百万种破坏 我们可以随便乱破 所以我的选择性是在对脸 所以它的伤是高的 好 那所以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所以呢 杯子就倾向破掉 不会自己煮回来 这个是自然界的道理 那我们就回来到数位的问题 我们刚刚在讲电晶体 电晶体呢 我们像你的电脑 例如说桌上这里的电脑 大概都是GkHz在操作 就是1秒钟使得9次翻 在那边运走速度 那因为每一次运作都需要这个能量 所以1秒钟运算这么多次 就是2.8x的-2次方瓦 看起来还是很小的 那记得一颗CPU 有100亿颗电晶体 所以这颗CPU就要耗电0.28瓦 0.28瓦 听起来好像也还好 因为我的灯泡可能只是60瓦 还好啊 但是你要知道CPU是 换在一个很小很小的空间里面 要换这么多热量进来 所以最后呢 最后就会自己撑不下去 那这个问题呢 绝对不是说 那我现在就是把晶片设计的更好 然后更省电 然后更什么 更什么什么 可以改善 因为这部分全部都不算在里面 我们算的就只有 你把资讯显现出来 所付出的代价 所以这个是无可避免的 我先讲说是无可避免 不是说我们人类多厉害 然后就可以去处理这件事情 那所以呢 就回到这个KB来了 这个KB其实 T是温度 然后KB是一个常数 KB就是波子玛 这个人 他的叫做波子玛常数 波子玛讲一句话 18几年的时候 1818多少年 我们不太知道 他说可能 就是我们 会不会进化的一个关键的因素 其实是由 我们人类可以使用的人眼有关系 就是我到底有多少人眼可以使用 来决定你能不能再继续进化下来 所以这个是波子玛在那时候就讲的一句话 所以我们就要看说 刚才在讲说 把资讯显现出来 就注定一定要耗费能量的话 那些动物 他们都怎么处理资讯的问题呢 他们不想耗费能量 但是他一定要处理资讯 那怎么办呢 我来看一个例子 你有看过那个球在水面上滚吗 我在找头影片 找那个影片找不到一个球在滚的影片 但是大家可以自己想象 所以可以不用看影片 也知道反正球在底下 球在水面上 就一定会滚来滚去 所以我们就说 这颗球有狼籍被籍 所以狼籍哪时候是 哪时候是狼籍哪时候是 草上哪时候是草下 其实是滚拿球 完全球变对称的 他没有所谓的资讯的那种 他有表现资讯 这个是1加效应是0什么的 但是呢 这个资讯好像又不需要人量 因为转来转去都不需要人量 所以它的重点就是一个可回复的数位系统 就是你明明已经算完了 但是你还是可以回来 例如说你把那个硬币咔嚓把它换了 然后换了之后它就换了 它不能再回到 刚才还没有换的之前的状态 那个就是不可回复的 那或者我已经去做个计算了 3乘5等数5 我不能再把数5再 再想说 他刚才是水乘的水 是1乘5 还是3乘5 其实我是想不错 我没办法回复的 这个叫不能回复的 好那 然后呢 这个可回复的系统 就是整个量子电脑的关键基础 的基础 平台有点闲 这个就跟刚才他说 为什么那个计划还没有开始做 更已经完全做完 是 是重叠在一起的 好 那我们就也去根据这个球呢 去想一个 那我的资讯要用什么方法来表现 我可以把它换在一个球变上 球变 不要讲球星 就只有球变 然后球变呢 我们就说 球变的哪一个点 每个点都代表我的资讯 然后呢 这样子好像就是这个球 就比较像是这个球的样子 这是我们在想象的 一套我们的量子资讯的系统 那既然讲到球 我们就要看地球 好 这我们的地球啊 有北极 然后有狼 有狼 又有资道 这样子 好 所以我们就把我们的量子资讯 用 用 用 北极狼极来描述 报信开始有一点点稍微 稍微 一点点数字 我尽量避免 但是还是避不了 有一点点的数字跑出来 所以我们说这是北极 这是狼极 然后这是资道 那 那 那 只是 让大家了解而已 如果你真的不知道这件事情 没关系 反正我们所有的电脑的计算 都是在资道上面做计算的 好 那 所以就是说运算的平面 都是在这个平面做计算 那我要得到答案 我的答案还是要1还是0啊 因为我就是半杯 完之后我总是要知道是熊杯 还是七套七套杯 还是什么的 反正我总是要知道答案 所以最后就是 还是要用1跟0表现 所以我的量测呢 最后还是2到1还是0 这是我真正要的资讯 但是我计算的时候 都是在资道上面做计算的 好 那这个在资道上面做计算呢 就是我们在讲的 一个量子力学很重要的一个表征 就是0与1的重叠态 这是我刚才在讲的时候 它的计划开始执行 或者根本就还没有执行的重叠态 就是在资道上面呢 这是我们在那边做计算的 那 我们就问说 啊 什么叫做量子现象 什么叫量子现象 我们就说 那 雪坡的钢色是不是量子现象 你去看水啊 雪坡 然后这个土应该你去油山玩水 然后在浮边你就会看到有钢色嘛 这是不是量子现象 嗯 我说答案不是啦 这不是量子现象 那 我猜你的时候会不是的 那那么容易就有量子现象 就还没有价值了 那 那我来看一个 比较高级一点点的例子 就是 光线的钢色 那假设我现在有个灯泡 然后可能各位 不知道各位有做过这个实验嘛 至少你应该会看到光线的钢色现象 所以呢 就会有一个经过一个当狭凤 没有关系 经过栓狭凤之后 就变成是两个光源 然后两个光源之后呢 就会开始有钢色现象 然后就有钢色条纹出来了哦 那钢色条纹呢 你就看一下 诶 有叫做建设性钢色 你看就变成墙 比较亮的条纹 叫建设性钢色 然后呢 也有 消灭性钢色就是黑暗的 所以有亮暗亮暗的条纹出现 各位看过嘛 可能没有这么做实验 应该也有看过这样 黑暗的条纹这样的东西 那时候 诶 文就说 这个是不是量子现象 各位结论 看到这个条纹 叫不着就量子现象 然后呢 然后呢 我不要问 我不要问了 我的答案是 不是 我要问说 你看 钢色啊 钢色有个重要条件 就是要两样东西 因为它就要两个光源 然后才能够做钢色 如果自己一个光源 就不能做钢色 OK 那什么叫做一个光源不能做钢色 例如说 有个人拿机关枪 他会再打 但注意机关枪 有一个特征 就是一次只能打出一颗枪挡 它不能同时挡出两颗 它只能挡 它可以挡很快 但是一次就是只有一颗子挡而已 那 然后我们就说一次打出一颗子挡 然后经过两个狭缝去打 最后 在墙面上还是看到两个狭缝 你不会看到明暗的光射条纹 你知道吗 好 这个呢 所以 要看到量子现象 不见得是 是我这样子去想象就可以看到 不是 不是说 我用这样子就可以去想的 我们去看一个什么叫做真正的量子现象 就是 让它开始跑 我们去看那个 我们要一次一颗就对 我们要一次一颗 所以呢 我们就去做一次一颗的 当一观子的钢色现象 还有就是 当一个垫子 所以左手边呢 就是观子 观子就是我们的观线 只不过是 观线也是一颗一颗啊 只不过是你看不到一颗一颗而已 但是它是一颗一颗 我们可以讲说它是一颗一颗的 当然它有破洞性 当然我们不讲那么多了 那观线 就是一颗观子 就同时经过两个狭缝 然后形成钢色的图案 所以这个图案跟刚才那个 双狭缝的实验 不进行是一样 因为那个观子是一次挡出很多颗 这个是一次挡出一颗的 所以你可以到这个碗页来看 它很努力的去把观眼 雷射观眼 把它调调亮度 调调到非常 几乎已经看不到亮度的时候 出现的是一次就一颗观子出来 然后呢 开始累积时间 很久很久很久之后 哇 已经表演完毕了 它要经过很长很长很长时间之后呢 它就会开始 你看经过37个minisecond 就叫做很长时间好了 然后你就会看到那个钢色条纹就慢慢的出现 但记得它是就一颗观子 一次就一颗观子 所以跟刚才打机关枪 那个是同样的情况 但是机关枪子 但不能表现出钢色条纹 观子可以 那电子也可以 电子也可以表现出钢色条纹 这个是日本人在做的实验 但是 其实我没有了解 它是不是真的是当一观电子 但是 但是最后很漂亮的 它在电子 它也看到钢色条纹了这样子 所以这个呢 这个 我让它快 直接跑到后面去 各位就可以看到很明显的钢色条纹就出现了这样子 好 那所以 能够形成一颗 一颗粒子 它能够形成钢色条纹 当然是经过两个缝 小缝出来的 是不容易的事情啊 那例如说 这辆火车它要经过隧道啊 当然它要同时经过两颗隧道 OK 这个就是我们在讲的 就一辆火车 它同时要经过两颗隧道呢 那这个就是我们所谓的重叠胎 那重叠胎呢 就是我们第一种重叠胎呢 就表现在我们的资讯里面 所以 有左边的隧道 我们给它叫做铃 有右边的隧道 我们给它叫做铃 然后我们的重叠胎呢 我们的重叠胎呢 这个人不跑了 看它要跑的 好 我让它跑 所以它就会跑到赤道来这样子 好 它经过赤道啊 没关系 那反正它就会经过 最后它就会在赤道上面 做旋转 那个就是我们要控制的 让它在 不是左边也不是右边 而是在中间的状态 那这个我们就回来 看颜子模型 我们的颜子模型 就是颜子盒 然后外面就有轨道 大概画很简单的 就轨道这样子 然后假如说 这个是轻塩子模型 所以我们就叫一颗电子 然后这颗电子 在第一个 第一阶层的轨道 所以轨道一轨道二 轨道三轨道四 这样子 然后有很多很多个轨道 那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 轻塩子的人街的模型 这样子 那我们就问说 那我实际上是怎么把它 揍到这个地方来的 其实我们就是打关线 然后打关线打了之后 我就可以让它跑到地 第二个人街 因为它吸收关线 它跑到第二个人街 但是我注意就是 它其实是在第一个人街 跟第二个人街 在那边转来转去的 所以 这个就是所谓的重叠态 它其实是在第一个人街 其实就是这个小岩 内部的小圈 然后还有一个外部的小圈圈 在这两个小圈圈 同时存在的 这个叫做我们的重叠态 好像讲太多了 所以我开始回到 我们的日常生活 什么叫重叠态 现在我们用那个 我们用那个 我们日常生活的例子 各位 现在 周末了 可以到草原去走一走 然后如果你到草原的时候 看到两只兔子 然后这两只兔子呢 特别的要好 两只紧紧的贴在一起 天天都走在一起 这样子 所以我们 不知道哪只是公的 哪只是母的 但是我们猜 他们应该是一只公的 一只母的 我们猜的 好 这样子 所以呢 有兔子A 有兔子B 这样子 那 所以呢 兔子A 我不知道 他可能自己知道 我也不知道 他们是不知道 但是我不知道 他是公的还是母的 因为我看不出来 那 然后呢 兔子B 也可能是母的 公的 但是如果A 是公的的话 那B 一定是母的 好 因为我们说他们是一对 练人 练兔子 这样子 好 所以如果A 是母的 那B 就是公的 这样子 好 那所以呢 所以这个就是 我们所谓的 这个叫做重叠胎 就是我不知道他是公的 还是母的 然后他们两个 这个叫做 朱常态 朱常态 这是等一下又讲的一个更复杂的例子 好像我用太多时间 所以我要讲快一点 好 所以我们就要讲重叠 什么叫做古典 古典就是 有个小叮当 他把0跟1 送给大雄跟金香 然后大雄一挡开 就看到是0 然后金香一挡开 就看到是1 然后这也没有什么好 因为小叮当 他准备换进箱子之前 就是换一颗0 一颗1 但是如果 厉害的是 小叮当换进核式里面的 其实他自己也不要是0 还是1 所以他们把两个 一个是0 一个是1 的这种 但是其中一个是0 另外一个一定是1 的这件事情 他就送出去给大雄 所以都没有人知道 箱子里面倒是0 还是1 但是我们知道另外一个箱子里面 一定是他的相反 那个东西 那所以大雄一挡开的话 是0 然后这个瞬间 镜像就会 他没有打开箱子 但他知道 里面就是1 OK 所以这个是 最后的结果 都是0跟1 但是呢 里面的观念是不一样的 然后这个瞬间变成是1 的这件事情 是所有的纠常态的一个 关键的概念 那我说不要讲快点 因为时间已经过太久了 好 所以 那古典电脑 本来就有三个bit 就可以这样子 然后 所以三个bit 有八种可能的形态 那他就开始做计算 做计算完之后 就得到 假如说答案就是101 就是他做计算 那他怎么做计算 他一次 一个叭叭叭叭叭 跑八次之后 得到答案这样子 那如果是这样子 电脑呢 他是同时做计算 所以有三个bit 然后这三个bit 是在朱常态 然后他就开始做计算 计算完之后呢 出来的答案也是101 但是呢 他是一次把八个直接换进来 然后直接得到答案 那 这个很不容易想像 当我们来看扑克牌的游戏 像有四张扑克牌 然后其中有一张是黑桃Q 我要去找出选择黑桃Q 所以我就换第一张 不是 第二张也不是 再来我就再换第三张 也不是 那一定是第四张 第四张就是Q 所以我换上次我知道答案是谁 如果是量子呢 量子是怎么办 就是有四张也在这边 然后有一张黑桃Q 然后我就 哇 然后一次就出来了 就是我就知道Q是谁 所以这个量子的 跟古典的一个最大的差别 所以这个我没有时间讲 我是只要讲说 那我所需要用的 我需要用 如果也可以用古典电脑 去模拟量子电脑 但是你所需要的 例如说你想要模拟三个量子位元的电脑的话 你需要64个位元的去记录它的整个状态的改变 那例如说21个你皆64好像很小啊 但是如果要21个位元的话呢 我就要4.4个TB的储存 起藏过储存 每个矩阵计算所需要用的那个 所以其实我用21个位元 我就可以取代很大很大的古典电脑的资讯出唇 那我再用一个我生活化的例子 例如说呢 有一只狗狗它很喜欢交朋友 所以有一天它就生日了 所以它就要请宴会 它请它的朋友都来了 有小猪有毛毛 全部就请来吃它的生日宴会 但是呢 结果这些动物呢 不见得大家都喜欢对欢 所以它大家都想要挑好的朋友坐在一起 那到底有几种挑法呢 当然是有11位兵科要挑 因为它坐在主桌啦 主位 那其他的人就要挑来挑去对不对 有11种 有11位兵科要挑 那要挑的话呢 有4千万种挑法 所以你可以把它 就是一只二有 有4千万种 然后呢 所以这个用古典电脑 来做计算古典电脑 就是我这台电脑 然后呢 去做计算的话 是不太可能的 所以他就请了量子电脑来帮忙 量子电脑做什么事情呢 先把大家都用成是 所谓的波动的形式 然后波动的形式 让它去做干涉 干涉完之后 就会有建设性干涉 消滅性干涉 然后就跑出来 然后光中就档案就出来了 所以跟刚才玩扑克牌的游戏一样 就是一次 然后就把所有的档案显现出来 这个人就是量子电脑 厉害的地方 时间都快到我才开始要讲真正的重点 好 所以因为很快 所以 量子电脑到底是什么东西呢 哪样就叨叨叨叨叨叨 有这么多 有多种可能性 都可以做量子电脑 那下面这里是 现在公司 大部分的公司 在进行量子电脑 所以 我先讲出来不是学校 如果学校我就会把自己也换进来就对了 但是 不讲学校 只讲公司的话 就这些公司这样子 那 这个当然要跳过 这个是真正做超导量子电脑 这里面做的最多的 你可以看到最多的就是超导量子电脑 做的最多 那等一下我们也会看到它的成就好像是现在最成熟的一种 那 这里只要讲说超导电脑到底是怎么做啊 那这一头影片是我博士或帮我准备的 非常漂亮 所以 其实我真的死不得不换 但是现在好像也没有时间换了 所以反正 我们就要讲说 它可以模拟岩脂 所以会有岩脂的人结 但是呢 我家磁场 就可以控制岩脂的人结这样子 所以你看我家磁场 然后岩脂的人结就可以变来变去 所以我们就把这种超导的岩脂叫做 叫做零造岩脂 那所以我们就在做岩脂的事情 那岩脂记得 我们刚刚有挡官线去激化岩脂 那所以我现在也要挡官线 所以我就挡官线了 然后就激化岩脂 那激化岩脂完之后呢 就会有所谓的纠场态就会跑出来了 那这个纠场态当然是在岩脂的纠场 岩脂跟官线的纠场态 抱歉我都要跳过去 但是这个讲久也不见得听得懂 所以讲话一点就好了 那好 回来再讲一下真正看得到的东西 这是我们家自己在做的 岩脂的长相大概就长成这样子 那这个换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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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最后 这个是一麦孔 好像很多嘛 只有一个麦孔 还是有一千个奈米 但是没关系 因为会工作是最重要 不然也不会做越小越好 重点就是要参数是对的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在楼下 各位不知道以后有没有机会可以进 我们的乌层师制作岩脂的地方 就在距离这边不到20公尺的地方 你就可以看到这个地方了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的制作样品 在的实验室这样子 这是我们的量测系统 做地温的量测系统 那我们的量子卫眼就换到这个地方了 这是地温的系统 那真正元件都换来这里面 那这个地方低温到底是多低温 大概就是10个mini Kelvin 0.01个Kol 或者就是幻象能度C 是-273.15度C 所以我们人类可以做到最低温度 是-273.16度C 那个是智氧界的最低温度 所以我们差一点点而已 就到那温度来 那然后呢 这个是真正的量测系统 所以如果各位有时间去 你实验室参观的话 看到是长重样子 没有长重样子 因为这个已经在这里面被盖起来了 所以你够不到 然后这是我一下的量测系统 那刚才不是有打罐线吗 我还是是挡微波 所以这些就是我们那些 做微波的量测的设备 都是在仪器架上面 那真正的低温系统是这套摆设 然后这是低温系统的控制系统这样子 那等一下你就会看到 大家好像商业化了 那些公司 也都是用同样的系统 所以也都是有这些东西啊 等等等等 看起来还榜上的 那这个就是 这是Google Google当然才大气素 所以他们机器质量非常大 那这是2019年11月份的相片 那再来就是还有就是 这是IBM的他们在发展 这是Google他们做的 CPU的量子胃炎的掌声 然后这是他们的低温系统 低温热线 那可以做些什么事情 哇时间都快到了 那就是说我们来计算一下 41乘以100是上市多少 我们说银行解密嘛 就是你天天送钱 把钱寄到银行 你会不会怕说搞砸 然后被人家偷听资讯 所以银行也很怕有駭客入侵啊 所以就会搞一套密码系统 密码系统的运作就是这样子 先做一个题目叫41乘100是上 然后导案是四六三三 这个大家都会做 像回来说 请你把四六三三做植树的分解 哇这个就困难了 因为导案就是41乘100是上 那这个倒回来做器也不见得 大家都会做 其实我绝对不会做就对了 那然后呢 这是四位数 所以可能时间久还是会搞出来 但是有300位数的话 保证是搞不定 就是这个的指数分解怎么做呢 然后呢答案是说 如果用古典计算机 然后努力的做 要使得20次环的计算的process 然后用TLHz 我不是GGHz 我这台是10了90万 TLHz是使得12次环的电脑来做计算 要数万年的时间才可以算出来 所以呢 骇客绝对不能入星 这是我们现在的电脑 的银行系统在用的 那这样子我演算呢 是需要使得10次环的计算 但是呢需要一秒钟 可以把它解开来 所以这样子 对 对 骇客就可以入星了 骇客用量子电脑就可以入星了 好 那至于为什么 我没有时间解释 为什么那海耀花长量子电脑 好 那另外一个就分子计算 像一个电脑 可以做到最大的分子的计算 大概就是这么大的分子 再上去呢 已经没办法结束了 然后呢 量子位炎 用七个量子位炎 可以去做简单的 氢原子啊 什么什么这些 简单玩具的计算 但是呢 这告诉我们说它有这种能力的 它可以做药物计算啊 它可以解蛋白质结构啊 它可以做复杂的 复合材料的 结构的运算这样子 看一下量子电脑最新的化妆 所以刚才在讲说用七个bit 可以做到这样的计算 但是五十四个bit的电脑 就是三天前四天前 在Nature上面出现的论文 就是质量器上面出现的 就是Google它画的 然后它就做五十四个qbit的计算 它叫做Cycamore的chip 它是Cycamore的chip 然后呢它用200秒的时间呢 去所做的计算是 我们现在的超级电脑 要做一万年 这个超级电脑是现在 最顶尖的超级电脑 要做一万年的计算呢 它用200秒把它做出来 听起来有点像是神话 但是老实讲也是有点骗人家 因为这个是 做这一部分的计算它特别厉害 它绝对如果说3x5等数的话 它绝对舒坦啊 但是呢反正就是 某一部分的题目 它是绝对很强的 最后最后 在结束前的最后一张投稿篇 我们看一下量子的传输 因为我没有时间讲量子资讯的传输 量子资讯的传输 就是把一个一对 一对糾藏胎的胃炎 然后传到两个地方去 例如说中国就做这件事情 它就传到丽疆 然后另外一边传到清海省的哈尔 德尔哈斯 德哈尔 德定哈斯 好 那这个就是 这个是在Science的paper Science在2017年6月 所送出来的YouTube 因为它就是在讲莫子浩所作的计算 然后它有先解释一下 什么叫纠常态啊 这一部分纠常态解释 我又跳过 因为没有时间了 我就直接跳到说 它就用莫子浩开始try 然后呢 它把 这个叫做Metius 就是莫子浩 它把 它把 一对的这种量子 资讯用官写的方法做出来 这颗就是灰线性的原子 然后呢 它就可以 The crystal 它就可以产生 一对纠常态的官子 然后纠常态的官子 就送到这两个城市 然后送到这两个城市之后 这两个城市呢 就有人做解读 然后解读呢 就知道答案就是 就是那个纠常态这样子 好 那 结论就在这里而已 大概时间也就到了 那我们就在这边停下来 谢谢各位